上次那個兩會基金會員工的這個宿舍的這個問題 是是 這後來我們好不容易在6月25號 收到你們來的這個合余住宅規劃建議案的評估啦 是是 那我前面 我實在也是 我是很不高興 平良心講 因為你這份報告裡面你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去講說 這個 沒辦法做這個事 那我在 質詢的時候好幾次的質詢我是沒有講 我們要提這個概念的用意 是要解決兩會基金因為你搬家 所以要解決這員工的通勤問題 是 所以我有沒有講說一定要合余住宅不可 有嗎 也倒不一定 因為好這種方式 合余住宅是一個選項 那是一個選項嘛 那你花這麼多篇幅去講這選項不可行幹什麼呢 因為他們裡面董事會有一個董事一直往這邊去建議他們 基金會是不是朝合余住宅去處理 那是他的建議案你跟他溝通沒有問題 但是我的質詢是要求你解決 住宅跟通勤的問題降低因為搬家造成的離職問題嘛 是 那你要針對我的問題來處理啊 那可能在 業務單位在處理這個部分有一些誤解 又有誤解了 搞這麼久的時間還這麼多誤解 那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當時通知我們說 針對合余住宅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說明 然後你就只針對這個說明 那我前面三次質詢都白講了就對了 沒有那個部分也都還在進行中 也都還在進行中 那請問現在有其他案子嗎 並沒有 並沒有 那什麼叫做還在進行中 就是還在討論因為目前 那個 原委會的基金會跟 共會之間 很多東西都必須要有一些共識 好 第一個問題喔 你在那邊花很多 這個篇幅去講 合余住宅不可行 尤其是你去講 取得土地很困難 對不對 但是我要問你啊 我要問你啊 取得土地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除了 移轉或者是架構之外難道沒有別的方法嗎 我們的目的如果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員工宿舍 讓你的員工有個安居的地方 降低通勤成本 你租一塊土地 做員工宿舍可不可以 你租既有的閒置空間可不可以 對那個都是一個方法 那為什麼你都沒有寫在報告裡面呢 是 所以可能 一直對合余住宅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論述 然後你一直論 你如果可以成就這件事 你多花一點時間論述我也很高興啊 你寫了一大堆然後結論是不能啊 這個也不能那個也不能 那不是推責任是什麼 我這樣跟你講嘛 你現在要 處理土地 你講說 原民會 因為這個是兩個基金會處理的 所以原民會沒有辦法協助用地取得 我今天就出示一份公文啊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提供有必要審查意見表 你的主管機關只要敘明理由 不就處理完了嗎 該租用或該取得不就有空間了嗎 怎麼可能我們國家的法律會去限制你去做這個事情呢 那你們有往這個方向想過嗎 回答 應該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更生氣的是我看到你資料裡面寫什麼 最後你要處理這些 解決這些員工的問題 你總共的經費 念給你聽啦 這是你的報告 經原文會公會研議結果 交通補助712萬8千 搬遷補助389萬4千 托育補助90萬 非志願離職988萬8千 這些數字加起來大概就2000萬 我請問你搬遷的時候多少員工受到影響 多少員工 他們大概有300多位 300多位員工 要因為很多人要離職對不對 然後你就編這2000多萬你就打發這群人了是嗎 也並不是 你就是這樣寫的啊 你就是這樣寫的啊 你就寫說我就是這2000多萬要處理這些事情了 都說原住民的弟兄耶 而且是在你這個難得有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 在你裡面可以推動原住民的文化 推動原住民的影視相關這些工作 你不用善待這些人才嗎 你們作為主管機關不用善待這群人才嗎 這個一定要善待他們 因為不容易培養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是嗎 那萬一他們都離職了 你就把900多萬離職 之前被發出去這件事情就算了是不是 那個是最下下策啦 那就對了嘛 為什麼只有2000多萬呢 你不是沒有誠意是什麼呢 影響這麼多幾百個人耶 不是說今天20個人10個人 大家個別協商就可以處理了 300多個人這很重要的勞動問題耶 我們政府難道能夠打壓基層勞工嗎 尤其是原住民弟兄 很奇怪吧 那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上次可能在整個 我們自己有一些誤解的部分 有關在整個搬遷的事以後 我會很快的時間 也會找兩個基金會齁 在一起來討論 因為他目前一直陸西還在 工會跟基金會之間有一些 討論 那一直還都沒有一些 共識的部分 我們會 協助他們 海基會辦公室也是租的 國防部國家安全研究院辦公室也是租的 你在那個地方我們曾經盤點過桃園的土地 之所以好用 就是因為他們未來有航空城開發計畫 怎麼樣我也會有一些國有或者是室友的土地 你沒有辦法架構我理解 原明會要編預算很困難 但你可以租賃 你可以長租 你可以交換 很多方式可以處理嘛 那我會講你講合一住宅 他可能不是那麼適合現在政策的 這個政策方式我也可以理解啊 但我的目標是什麼 就給他一個漂漂亮亮亮 而且距離很近的員工宿舍 這有困難嗎 難道不應該努力一下嗎 有必要 有必要 好那你什麼時候可以提出新的報告 這份我們就作廢了丟垃圾桶可以嗎 因為這份實在很荒唐啊 一個月好不好 再給你一個月 好我已經連續四次跟你們原民會的質詢都講這一題了 那我就再給你一個月 因為我知道 委員當時是在5月初還是4月底有質疑這個問題 下個會期之前 再給你多一點時間 下個會期之前 解決這300多人的通勤跟居住問題嘛 給他一個漂亮的員工宿舍 做一座政府機關的好示範可以嗎 是可以可以 你說可以的 好謝謝